2月19日,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夫人 应邀访问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位于东莞的中国散烈中子园CSNS CSNS工程总指挥工程经理陈和生院士 高能所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罗小安 副所长陈延伟以及东莞分部领导 接待了来访并参加座谈 杨振宁在沙盘前听取了陈和生 关于CSNS概况原理、最新进展和应用领域的详细介绍 他对项目的成功建设表示赞赏 对项目满足国家前沿科学研究和国家战略需求 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肯定 在座谈中,杨振宁非常关心CSNS的人员情况、用户培养 以及与港澳地区高校的合作情况 他对于将来在CSNS附近建设南方光源的战略布局表示肯定 他表示,广东建设三列中子园非常有远见 整个区域将和高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未来的前景一定更加美好 座谈会后,杨振宁在陈和生等的陪同下 还参观了直线加速器、快循环同步加速器和靶站溥仪大厅